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瘦点的 好 买好菜出来就开始下雨了 这个雨越下越大 今天今天在下雨 气温也不成高 那么我们就吃点暖和的 现在赶紧回家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视频 我是超小厨 昨天我去医院体检 医生竟然和我会期 他说你除了盐质高 其他啥都不够 喊我以后尽量少用美盐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买了三根猪蹄 我们来做一个水煮鸡花 庆祝一下对吗? 弄! 猪蹄我们采用钢丝球技术 给它擦干净 老板把我们烧好了 现在猪肉价格多多少少有点下降 又可以吃好的了 那一会儿又买三根 三根才一百块钱 比起去年好多了吧对吗? 嗯那倒是 我们都在努力的活着 每天都要吃一顿好的 很多朋友说我们这个饰品是库存的 今天我们就加把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的饰品都是新鲜的对吗? 只不过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 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都要照顾它对吗? 所以说饰品绝对是新鲜的烹香 因为它这个鸟恰恰里面有这个饰品跟老间 虽然我们给它做了扬轴去修鸟 把这个饰品都给它挂掉 小杨我们修这个手艺还可以吗? 好像是专业的一样 晚上我给你修一下 怎样?我不要你修 接下来我们把修好久的猪蹄给它一颇为二 这一步家里面包到的最好让汤煮给你处理好 像小杨恨得咬牙切子 肯定了大台子都要被你烂了 我们擦个水 猪蹄子下锅 弄点二锅头 捞起来清洗哈 我们高压锅面给它压起 加水 葱姜来几颗花椒 搞点盐让它入个底味 再来点高度白酒 趁这个时间我来腌个小黄瓜 来点盐 把水分给它腌制一下 这个黄瓜条腌好了 我们把这个水给它挤干 然后给它拌起 我们就来烧猪蹄 放点蒜片姜片小米辣 白糖鸡精 生抽 来点老陈醋 芝麻香油 给它抓拌均匀 我们这个黄瓜就腌起了 脆花 喂 你现在你一会吃到我这个黄瓜 你啥子表情不? 酸酸 哇 老公好害羞啊 我还没打死 好害羞是不是有点标的声音 我跟你说嘛这个黄瓜 倒个腌 比较好吃 再腌一下 我们的蹄子也好了 我们给它捞起来 倒个油炒个水煮料 姜蒜豆瓣 来一盆火锅料 加水 来点盐 来点鸡精 把配菜倒进去 给它烫一下我们就捞起来 鸡花下锅煮一下 我们要鸡花今天有点辣 差不多了我们给它捞起来 来点葱花 来点葱花 来点蒜末 浇个热油啊 哇哟 哇哟哇哟 巴士 水煮蹄花开饭 来来来挑挑 这个一挑就是一个 吸泡 来小小厨 哎哟吸泡烂了 起来 好大哟看着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又叫水煮蹄花 其实又叫老马蹄花 老马蹄花是这个汤不能喝 我要照这样煮 这样煮对我们来说可能吃起更有味道一些 起一会儿这样煮熟了或者在水煮一下 它就没得那个腥味 起尖 我们有好久没吃肉了哈 哈 你们好久没吃肉哈 你们那是猪肉吃什么肉都不是肉是吗 嗯 黄瓜好吃不吗 会 肯定 肯定好吃嘛 你不靠靠哪个猪 黄瓜卖瓜子卖子卖 这个黄瓜腌制的这个时间其实还不是很到位哈 如果大家要做的话 我建议头天晚上把它切好用盐给它腌制好 第二天再来泡它两三个小时那就更到位了 对吗 搞得跟你懂一样 你懂就行我懂吃就行 我好懂我只会吃 你是个赤伙 全家都是 哇 这个肉泡一会儿过后更香 真有味 这边的素材哈 这个素材也是相当的入味啊 其实哈我啃这个三根猪蹄哈 没得你们一碗饭的人能够给你们说 我多心的哦 你不想念我问朋友们 饭里面含糖粉 那它都是脂肪的 胶原蛋白 这个还是要动手的 还是小羊吃饭斯文哈 水煮提花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试一下 这个黄瓜的味道也是相当不错哈 平时想下稀饭想下干饭 哪能下饭哪能干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点赞 关注我是超小厨 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